放寬为3加4天 那么最新的措施是第三天的快筛取消 后面4天的自主防疫最多是要快筛4次 明天4月27号预计是有6.7万人可以来解除隔离 但是因为疫调大塞车有许多民众 明明已经接触了确诊者 却没有接到居隔通知 指挥中心说要民众自己来推 所以和确认者接触的最后一天 引发网友还有专家痛批政策一团乱 居隔放宽3加4 里长不断接到李明询问电话 全台居隔人数9万人 4月27号适用新制 可解隔者就有6.7万人 取消一次必要的快筛 9月中心宣布在家隔离 第三天快筛取消 后四天开始自主防疫 若快筛阴性就可以出门 但要出门就要天天筛检 但如果没有收到居隔离通知 要如何计算3加4时间 刚才有讲过了 以他接到通知日期算 他被确诊者 他已经被通知了 他是一个密切接触者 需要隔离的 基本上现在就从那个时间起 算3天 指挥中心再补充 居隔3加4是从和确诊者 接触的最后一日 算第0天 民众要自行计算 病毒传染或不传染 没在等指挥中心 或防疫单位通知的 指挥中心还以为病毒会等他 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也纷纷留言怒轰 部长15行政真的不清楚 居家隔离单收不到要如何隔离 这几天的空窗期 没有传染给别人的风险吗 中央地方乱成一团 所以没收到要罚谁 那整个政策乱七八糟 然后造成我们礼拜追过 我光追完地方就接不完 这个方寬不少乱象 还有ACAP专家小组委员 听到要变成3加4 都有点吓到 专家林势必认为 若改成5加5民众接触度高 也不会有过多感染者被遗漏 一是李明正则认为 先松忙到七天 观察一个月后再放宽为三天 专家认为三加4仓促上路 配套尚未完全 现在急着放宽 恐怕出现乱象 也可能造成疫情越扩越大 记得杨时许淘宋人台北采访我到